基本上大概就遵循我們之前講過的 反正就跑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裡面會有邏輯判斷 判斷完結果幫他把他比如說累加就累加 所以這邊我們會學會大概就是怎麼把數字累加的技巧 第二個如果要輸出的話就不是數字累加 而是自串的什麼串接 可以把你要的東西串在一起 最後輸出到指定的儲存格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這邊來Demo一下給各位看 我剛剛做完的這個做完大概結果 這個按鈕應該各位應該我們今天第三次上課應該會做了 所以這個按鈕一定是對應到一個Sub有沒有Sub 然後如果插入函數的部分的話一定對應到一個Function 所以你這邊只要是Function的話就插入函數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這個是第二個我們要做的 當然如果這邊有六個按鈕 實際上就是六個Sub 放在哪裡呢?放在模組裡面 剛剛有同學問說那個模組是不是要放在同一個 其實你要拆開也可以 要把它合在一起也可以 這個都沒有關係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還是算城市很少的階段 所以其實你放在同一個我覺得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不過有些同學他分了好多個 結果還重複放一樣的東西 最後會變成說他會插入聚集的時候 指定聚集的時候會出現什麼? 一個 Module 1 Module 2 Module 3 怎麼好多個?因為重複的東西太多了 理論上模組裡面的這些Sub名稱不能重複 如果重複的話會發生錯誤 那我demo一下有個看 第一個就是我如果按下他 他會自動幫我把這些全部跑出來 按下這一個自動幫我把非數字的部分 那留下的話呢就是把什麼? 把數字部分自動從這邊切出來 英文的話呢自動把英文部分切出來 中文的部分 因為中文只有一個 所以只會把Nokia三個字切出來 那最後再把它清除大概就是這個流程 第一個Sub怎麼做待會會講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再把它變成什麼? 插入函數的Function 你當然這個我已經做好了裡面會有Function 所以使用者定義一定會出現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留下數字個數 那我多一個函數 那就給什麼?給原始資料按個確定 他會把結果return到這邊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做完之後 你就直接怎麼樣?為給他資料 頂多是向下點兩下 然後第三個這邊留下數字 留下數字的話一樣給原始資料 然後把它快點兩下 這邊也會出現 因此類推啦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反正每一個都有每一個 所以剛剛這麼複雜的公式 其實我還覺得 如果你已經把它做成制定函數的話 應該會輕鬆很多 感覺有沒有 同樣的事情點兩下就可以了 不過理論上 如果你插入函數之後 你要快點兩下 指到這個資料有沒有 這樣快點兩下 應該他會自動跑到最下面 為什麼?因為旁邊如果有東西的話 他理論上也會跟著 對齊左邊的那一欄 正常情況是這樣啦 可是偶爾會有一些不正常情況 但是 跟各位講我比較少遇到不正常狀況 主要原因是因為可能我的動作 都是遵循他應該做的動作 可是如果你可能會做一些 我可能不知道的動作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一些特殊的情況發生 因為很多時候同學問我說老師為什麼這樣 說真的有時候我還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都是follow固定的規則 所以我比較不會遇到特殊的情況發生 所以很多同學問我的問題其實都是我上課特別強調的 有沒有同學?老師那地方為什麼我先講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一樣的問題 那些問題我從來都沒想過會這樣發生的 OK 所以你們的問題也是我下一次上課的一個 算是什麼?算是一個參考 副相的 另外一種參考啦 有沒有人說副相 因為可能你們會漏掉一些細節啦 那其實我覺得使用工具 最重要就是細節 因為你以為那不重要 其實它就是最重要的關鍵點 如果你只要把細節注意到了 其實使用工具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因為它會幫你處理掉所有你的問題 OK 所以那個細節 但是有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辦法一下子把它全部記在腦袋裡面 那我是強烈建議你可以用 就是把它記在像講義 那或者是像我的習慣放在雲端上 我手機或者電腦任何裝置都可以隨時存取 那我需要看 比如說我今天要備課的時候 我可以把講義裡面的東西 或者雲端上面的東西把它再看一下 那基本上 在做下一次是做同樣的動作也比較不會出錯啦 不然的話我光要上課 我上過的課程 語言 程式語言的種類 太多太多了 我剛剛記這些東西 我可能記不完 那為什麼 我可以教這些東西 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其實沒有把它塞在我的腦袋裡面 我只記關鍵的最重要的那部分 其他部分的話 也許我就把它放在我找得到的地方就好了 我課前 再看一下我大概就會了 這個我想也是一個經驗的分享 所以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大部分同學會覺得這很難 可能大部分應該是用的方法可能不太對啦 OK 所以這個我想慢慢各位可以體會 其他的話就是來就是把這個地方 再插入一個中文的部分原始資料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要把這個最後的結果 分別做出來我們先從第一個 其實第一個最重要 第一個做完 其他的程式 都可以拿第一個程式來貼的 OK 所以如果你第一個做出來的話 後面就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就可以搞定了 為什麼 因為結構都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要如何撰寫 第一個 數字個數 那我的需求是按下它 它可以自動幫我把這個範圍跑完 那我要怎麼樣呢 可以跑完呢 接下來 當然第一個 我需要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程式 大部分前面都有講過 首先的話 第一個我要跟它講什麼 不過這特別注意 這個 這個 這個數字個數的sab 首先第一個 一定要現在 我們的程式裡面按右鍵 如果你沒有模組 記得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那如果已經有了你就把它打開 第二的話呢 我們需要什麼呢 需要插入一個所謂的 數字個數的一個 這個sab 所以在上面插入一個程序 在這上面輸入叫 數字個數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需要什麼呢 其實我都按固定流程 一 先告訴它說 我要從哪一個儲存格 跑到哪一個儲存格 然後還記得吧 我們打什麼 4 有沒有 4i 等於什麼呢 等於第二列到第九列好了 假設我們先不用追蹤的 我們直接用那個 4i等於第二列到第九列 OK 第一個部分嘛 所以意思是說 我先把什麼 把那個列數先告訴它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再告訴它什麼 我裡面會有幾個字 所以 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可以怎麼 再去抓裡面的字數 可是字數我不知道 所以我可以什麼 4 可是字數很多個嘛 所以呢 第二個你可能要在這個回圈裡面 再跑第二個回圈 那這個第二個回圈 主要目的是抓裡面有幾個字 所以呢 你這個時候就不能用 用i了 所以用j好了 反正習慣 ijkl 反正就一直往下就對了 你想說那個 i跟j的名稱是不是固定的 不是它是個變數名稱 你叫a叫b都可以 只是這個i跟j是習慣寫法 OK 等於什麼呢 等於哪一個字呢 從第一個字 到最後一個字 那最後一個字的話 我是抓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呢 叫sales i列的a欄嘛 我就從a欄裡面抓出來 它理論裡面的話有幾個字呢 我可以在這個儲存格外面 裡面包一個函數叫len 這個len呢 就是前面我們有寫過的 那vba跟以色列的函數裡面都一樣 它會告訴我 裡面有幾個字 所以以色列給它len呢 就會5 所以第一個字到第5個字的意思 所以它會一個字一個字抓出來 把它一個net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一層 這邊又一層 所以這一題又比較更困難一點 就是兩個回圈 之前就一個回圈 現在是回圈裡面在跑回圈 再來的話做什麼呢 判斷一下 因為我第一個字抓過來 那我要判斷什麼 判斷它是不是在47到58之間 那剛剛我們是用什麼呢 用那個扣函數 可是呢 在vba裡面 它不是用扣函數 它名稱不一樣 它叫 它比較像那個 因為我們那個是內瑪 是ASCII code 所以它剛好那個名稱叫ASC 用ASC這個函數呢 抓到你的那個什麼呢 你裡面的內瑪 所以我們判斷 if 記得在VBA裡面 如果要判斷邏輯的話 是if if什麼呢 ASC 或者你可以打一個VBA 點 點下去 VBA裡面所有的函數會列出來 其中的話第三個 就是ASC 判斷內瑪 那哪一個字的內瑪呢 你當然不是把A欄裡面所有東西給它 而是把什麼呢 把那個A欄裡面切出來的第幾個字 有沒有 所以這個回圈是第一個字 第二個字第三個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呢 用密的 MID 錢瓜糊 跟他講說呢 我的資料在哪裡呢 資料在A欄裡面 A欄就這一個 其實可以複製貼過來 Ctrl鍵按住 在A欄裡面的第幾個 第幾個 有沒有 他會一二三四 那豆點 要抓幾個 抓一個字 好 然後呢判斷一下 如果是它是小於47 而且有沒有 and 剛剛是用乘啦 不過在這裡是用and 這個概念大概有 然後呢 後面這個是第一個條件 and後面的話 你就把第二個條件怎麼樣呢 其實後面那個 其實可以把這個拿來複製 把它複製 Ctrl鍵拖拉的時候 你可以CtrlC,CtrlB 我的習慣是用拖拉的 拖拉按Ctrl鍵就是複製貼上 然後呢 把後面這邊改成什麼呢 大於多少呢 58 然後空一個then 然後做什麼 enter兩下 這邊 拖拉過來 那這邊if這個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邊 then enter兩下 打一個andif 因為基本上呢 如果有一個 那個andif的話呢 那就會andif 結束這個if 這邊是不是有什麼 如果紅色式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沒有沒有 這個是後面我有漏掉東西 後刮壺 這邊是 巴斯基這個 這個刮壺 然後這個是這個的刮壺 這個這個的話是這個的刮壺 所以我漏掉一個刮壺 OK 好 所以漏一個刮壺 這個插一個刮壺 我就會找很久了 然後後面打一個then 所以有的時候啦 刮壺也是一個重點 因為前面如果有三個 一二三 後面也要三個 而且哪一個對哪一個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如果對錯了 或放錯位置 結果也不對 OK 應該可以看懂哪一個對哪一個 然後如果這個 假設說它是 這個邏輯發生的話 那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加一個 所以這裡缺一個什麼呢 缺一個 變數 所以這個變數什麼 用來加總的 那那個 一般會在上面宣告 其實 不過BPA其實不需要宣告 他只要設一個初始值給他 比如說我設定一個什麼 假設 抗扯好了 這個是一個自己取的一個名稱 等於0 意思就是說 我這邊增加一個變數叫抗扯 這個是自己增加的 名稱是自己取的 你如果叫抗扯 叫其他都OK 然後呢 我就怎麼樣呢 當它如果是這個條件為主 它會進來 那我就把什麼 抗扯這個變數 原來是0 它等於什麼 抗扯本身 加1 就可以了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是一個條件 那我會把它加1 原來是0嘛 加了1之後呢 它會幫我存在前面 所以譬如說 是後面東西 加完之後 幫我存到前面 所以 原來是0 0加了1之後存上去 然後換下一個 或又一個 然後再幫我加1 1加1變2 一直存 它有點像 反正變數原理就是這樣 反正就是會一直更新 可以改變 就是一個變數 然後呢 最後的話呢 跑完之後呢 那每一個字每一個字 都全部跑完的 那我們最後結果可以怎麼樣呢 再把最後這個抗子的數字怎麼樣 再傳給它 跑完每一個每一個 然後再怎樣呢 在這個 這個內迴圈 指的是哪幾個字嘛 所以在這個NAS的下方 再怎麼樣呢 把結果丟到哪裡 丟到指定的B欄 所以同一列的B欄 那我可以怎麼樣 乾脆拿這個來修改一個塊 這個拿來 放在前面 後面的東西丟到什麼呢 丟到前面 然後後面的東西指的是什麼呢 等於把抗子丟進來 抗子指的是最後加總的結果 加加加放進去 有沒有 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意思就是125 125又放過來 然後它算五個字 然後又判斷判斷判斷 總共有123 所以它跑了三次 加了三次之後 再把結果怎麼樣 丟到指定的這個B欄裡面 有沒有 OK 程式又寫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吧 然後我們來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把它清空一下 程式就是這樣寫 大概就這樣而已 但是可能太快了 我按一步拔好了 出行來跑 抗子目前等於0 所以裡面看現在沒有東西 然後4i等於第二列到第九列 再來追的話是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 那因為呢 這個Excel 所以L1N回來的結果會是五個 有沒有你看郵票上面 它會告訴你裡面到底是多少 有沒有 然後呢判斷一下 把裡面的第一個字 所以第一個字切出來是1 是不是 在47到58之間不是的話會跳過 所以它跳過有沒有 然後換下一個 所以理論上Excel 沒有 這個裡面都沒有 所以 抗子的預測值等於0 所以它會把0怎麼樣 丟到這裡面 同一點嘛 第二也會B2 丟到這裡面 0 Nexcel 指的是下一個 下一列嘛 3 125就放進來 然後一樣啦 第一個字是不是 是不是那個數字 E10嘛 所以它會跳到裡面 欸 等下 125 看車 這裡面外面其實 沒關係 其實放這裡 放外面其實 啊 對 可能要歸零 對這個可能要放裡面 否則它 當然它不會歸零 這個位置可能 因為 進來之後要把它歸零 然後 看1的部分 125K區 第一個字 理論上是1 是不是我的邏輯又寫錯 大於47 而且要是 啊 方向 應該是錯了 應該什麼 大於47才對 變成小於了 有沒有 這個應該什麼 小於58 難怪 所以有時候啦 主行 沒有人敢保證 你寫一次保證是對的 有時候可能 所以我的習慣是 反正我先跑跑看 如果跑到那個可能關鍵的地方 請問它應該要進去裡面啊 可是它為什麼沒有進去 那可能就要看一下整室 再來 VBA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跑過的程式 你可以把它倒車 這個是VBA厲害的地方 說到倒車就是 跑過頭對不對 沒關係我改完了 我可以讓它再跑一次看看 其實這個工具 VBA跟其他語言比起來 這個還算是蠻厲害的 蠻方便的 因為其他語言 如果你有寫過其他的 跑完就算了 你也不知道哪裡錯 可能它慢慢在走 這個不會 會進來 有正說會進來 表示它抓到 1是一個數字 所以現在 Count是0 它就把它切到1 加1之後 現在裡面放1 然後換下一個 Nest 然後2是不是 125 2是不是 A也是 所以把它加1 Count等於2 5的話是不是也是 Dk不是 跳過 G也不是 最後把結果 Count等於3 那就幫我輸出 3個了 換下一個字 為什麼Count要寫在這裡 因為裡面是3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把它清 把它恢復成0的話 它會變成如果下一個用 它又一直加上去 一直加1 奇怪怎麼越加越多 原來你沒有忘了把它歸零 就跟那個計時 計時一樣 計時 你一定要把它歸零 reset再重來一次 一樣到 所以Count一定要等於0 然後換下一個 A也是類推 所以底下都一樣 我就把它全部執行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當然 做完之後 我是建議怎麼樣 裡面每一行每一行程式 可能你目前還看得懂 但是你未來可能會忘記 到底是什麼用途 所以習慣上會怎麼樣呢 你寫完程式之後 我把它恢復成原來 我寫 會怎麼樣呢 在裡面再增加 裡面的這些所謂的註解 第一步做什麼 第二步做什麼 所以請各位可以先參考一下 這邊 在講義46月裡面 我除了說 在程式寫完之後 也在上面有1234的這個敘述 前面一定是單一號 後面就是說 這個底下程式做什麼用途 也許可以在這邊 看著 如果沒有加 你也可以自己加 因為這個註解是寫給你自己看 不應該講得起來 是寫給你未來的自己看 因為你即將會忘記 所以你寫給你以後看 因為你以後忘記 你才會知道說 那時候到底在寫什麼 不然你現在會寫 可能當然你回頭看 對齁 那時候我到底在寫什麼 請各位試一下 然後參考一下46頁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同樣的邏輯 其實這個寫完之後 後面還有四個SAP 都可以拿這個來做修 好 感谢观看